欢迎回到高护士健康导航频道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健康的重要主题 肾脏健康和肾脏疾病的迹象 肾脏是我们身体中至关重要的器官之一 它在维持体内平衡 排除废物和调节血压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肾脏疾病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成为健康的隐患 无幸的是 肾脏问题往往在疾病已经进展到晚期阶段时才被察觉 因此了解肾脏疾病的早期迹象尤为重要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这些肾脏问题的迹象 以便能够及早识别并采取行动 如果你亲历过肾脏问题或者认识曾经经历过的人 你可能会知道肾脏疾病是一个潜在但致命的威胁 有时肾脏疾病在大多数人身上被发现时已经进展到了晚期阶段 这就使得情况更加危险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 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肾脏疾病的症状甚至在出现迹象时也往往会被忽视 有些不幸的案例中 症状甚至可能要到疾病变得严重之前才会显现出来 这就强调了识别肾脏问题迹象的重要性 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些迹象之前 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用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通知 以便随时获取最新视频 现在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肾脏疾病的14个重要迹象 首先肾脏疾病的最初迹象通常会在排尿频率 尿液量和小便颜色方面显现出来 因为肾脏在维持身体内平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而排尿是体内废物和多余液体的主要排放方式 所以肾脏疾病往往在尿液方面显露出一些变化 如果你注意到自己频繁的前往洗手间 这可能是一个最早的警示信号 有可能是因为肾脏正在努力过滤废物和液体 才会导致频繁的上厕所 另外有一些人可能会经历尿液量的减少 这也是肾脏疾病的迹象之一 因为当肾脏受损时排尿功能受到影响 会导致尿液量减少 更严重的情况是 有人会出现极端的尿液 但到洗手间时却发现自己无法排尿 这可能是由于尿路感染或其他肾脏问题导致的 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尿液的颜色也是肾脏健康的指示器 虽然尿液颜色的变化可能受到水分摄入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肾脏健康的因素 因此 如果你察觉到自己的尿液模式出现变化 无论是频繁排尿尿液减少还是尿液颜色的改变都应该引起警惕 最好的方法是开始留意并记录每天前往洗手间的次数和观察到的情况 这将有助于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第二排尿困难或不是 如果你在排尿时感到困难有压力或者疼痛 这可能是尿路感染的迹象 虽然这种情况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的 但是尽早干预非常重要 因为感染可能会传播到肾脏导致发热和肾炎 第三尿液中有血 如果你发现尿液中有血或是泡沫尿 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需要立即引起你的关注 这可能是肾脏问题的直接表现 也有可能是膀胱的问题 这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需要尽快咨询医生 第四腰背疼痛 腰部或背部的疼痛是肾脏问题的另一个迹象 尤其是在肾脏周围区域 这种疼痛可能是隐秘的 或者可能会逐渐加重 如果你经常感到腰部或背部的不适 特别是在躺下或活动时 这可能是肾脏疾病的提示 第五腹部肿块 一些肾脏问题可能导致腹部出现肿块或隆起 这可能在触摸时能够感觉到 这种肿块可能是由于肾脑肿 肿瘤或其他肾脏异常引起的 肿脏或水肿则是另一个重要的迹象 肾脏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过滤掉体内多余的肺物和液体 但是当肾脏无法执行这项任务时 肺物和液体会积聚在体内导致眼碱和脸部肿胀 脚部肿胀 脚踝水肿 以及手部的紧绷感 接下来是恶性呕吐和食欲不振 如果肾脏功能出现问题会持续感到恶性和呕吐 因为肾脏负责维持体内激素的分泌和电解质平衡 当肾功能受损时可能导致便解质失衡 比如高甲血症 这种失衡会影响胃肠道的正常收缩和消化 并且由于体内代谢产物无法正常排除 引发体内毒性物质积聚 这些物质共同刺激胃肠道导致恶性和呕吐 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极度的疲劳 在正常情况下肾脏会产生一种叫做 醋红细胞生成素的激素促进红细胞的生成 肾脏在红细胞生成和铁注存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肾脏受损 这种激素的水平会急剧下降 影响红细胞的产生导致贫血使人体内氧气供应不足 贫血会使你感到持续的疲劳 虚弱和投因 影响大脑的正常工作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 这种贫血还可能使你感到持续的寒冷 让你在本应感到温暖的地方感到寒冷 若办发肾脏感染比如肾余肾炎可能导致发热和寒颤进一步加重了寒冷感 如果你出现这些症状并且与其他可能的原因无关 肾脏问题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高血压 高血压和肾脏疾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复杂关系 高血压可以是肾脏疾病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同时肾脏问题也可以导致高血压 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会导致慢性肾脏疾病最终引发肾功能逐渐下降 慢性肾脏疾病本身又可以导致高血压的加重形成恶性循环 心律不齐 肾脏问题导致的贫血 水肿 体液猪瘤和高血压会对心脏的正常功能产生影响 电解质失衡 电解质的异常 特别是钠和钾的浓度变化会影响心脏的电活动 引发心律不齐心跳过失等问题 如果你有心律不齐等心脏问题 肾脏健康需要考虑 呼吸急促 肾脏问题可能导致体内水分猪瘤引发肺水肿 同时肾功能受损导致的酸中毒或减中毒 会影响血液PH值从而干扰呼吸系统的正常功能 肾脏问题导致贫血 贫血会减少血液中的氧供应 引起机体组织氧气不足 并且肾脏问题导致体内废物和毒素 无法正常排除造成血液中的毒素机具 这些毒素影响呼吸系统的正常功能 导致氧气供应不足而出现呼吸急促感 皮肤疹和臊氧是肾脏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迹象 尽管这种症状常常被误解为过敏 但实际上可能是肾脏疾病和功能衰竭的表现 当肾功能减弱时废物无法被有效排除 从而导致这些废物在血液中积聚 这些废物会刺激皮肤引发疹子和臊氧 这种臊氧可能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出现 尤其在晚上更为明显 胺胃气息和金属胃也是肾脏问题的重要迹象 肾脏负责过滤血液中的废物 包括尿素等氮化合物 当肾功能受损时 尿素等废物无法被完全排除 导致其在体内积聚 尿素在体内分解成胺 而胺的气味会通过呼吸和口腔排除 肾脏问题也会导致电解质平衡紊乱 进而影响体内钠、钾等矿物质的浓度 这会导致口腔内出现金属味 如果你注意到口气变得异常或难闻 这可能是一个提示 需要考虑肾脏健康的问题 骨骼问题 肾脏在调节体内钙和铃的平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肾脏问题会干扰体内钙和铃的平衡 影响骨骼的健康 长期的肾脏问题可能导致骨骼变催易碎增加骨折的风险 如果经常感到骨疼或出现骨折情况 可能与肾脏健康有关 需要强调的是 虽然上述列出的迹象可以帮助你在早期发现潜在的肾脏问题 但许多的这些症状也可能与其他健康问题有关 肾脏疾病的症状可能与其他疾病重叠 例如密尿道感染风湿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等 因此仅凭症状往往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 如果你注意到自己或他人出现了类似肾脏问题的症状 要尽早咨询医生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地了解肾脏健康和肾脏疾病的迹象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便及时获取更多类似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期待与大家在下期视频再见